你就不用去买这些东西了 谁来提供呢 IaaS的Service Provider提供 譬如说Amazon 它有那个EC2 Electric Cloud Computing 2 Electric Cloud Computing 这个或S3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简单再看一下 Amazon或还有其他 不只Amazon 很多过去提供你什么 一些Data Center 他们大概都可以跨过IaaS的这一种 这一类 或Storage的 你都可以把它划成IaaS 那这种服务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Amazon为什么最早开始提供IaaS Infrastructure Service呢 我们刚才看过他每年到年底的时候 他的那个网络上要去购物 要买礼物 买书的高了 其他时间呢 没什么人用 没有人天天在买书买这个 所以他就想到说 那我必须要建设那么大的 那么多的运算服务网络 我要买那么多的server 我要那么多的网络评宽 那平常我要干什么 他就想到他租给别人用 那他想到他租给第一个 最成功的案例就是 也是在2005 2006年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有大量的资料 纽约时报他们 非常多的旧的报纸啊等等 变成这个 缩影的影片啊等等 一大堆 那纽约时报很麻烦 他自己觉得很麻烦 他要为自己要准备一个 MS 他自己要有自己的电脑中心 要有很多的硬体 要有这些东西 他要花很多人去维护它 要去维护硬体 那Amazon就跟他讲说 你不用了 你就把你的 原来是Windows的系统 我在这里 我在Amazon这里 就帮你产生一个Windows的虚拟架构 你是Unit 就帮你产生一个Unit架构 你只要把那个东西 传到我这里来 你不用管你真的电脑在哪里 你不用管 你有一个管理界面 你看起来你就在 Local 在Local那边管理 你根本不用管 任何硬体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通通都 你只要把那个 原来的东西 搬到我的软体 整个作业系统 搬到我的这个 Amazon的这个 平台上面的话呢 你的那个电脑中心 就可以拆掉了 空间你可以变成办公室 人还是要几个 很多人也可以file掉 当然不会 你管理还是需要 你管理Unit 管理Windows 它还是在远端在做管理 所以还是需要 基本上 它提供了一个软体跟硬体 提供一个硬体 作业系统 还有这个 网路频宽的这个服务 那这些服务 你就不需要 再去买了 再去买那些硬体了 就像我们这个 Wyco.net 在学习 我们自己 像我们的mail 以前都自己叫mail server 那很麻烦了 那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只要叫server 就有骇客来 就会有各种的病毒 各种的spam 要去处理 一天到晚再修再搞 那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mail 完全就丢到Google Google管理 那仍然还是 还是我们的这个网址 我们mail server 还是这个 但是 所有东西都 就丢到Google上面去了 那我根本不用这台 server 我根本不用架一台机器了 我整个就丢到它 那管理 同样管理 谁传多少信 什么收信的状况 全部都可以在管理 所以 基本上 那个 那个mail本身是software service 那硬体的部分 是infrastructure service 就硬体跟平宽的部分 所以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就 就明白了 那大部分人对infrastructure service 也会有基本的概念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新的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这个 有清楚概念的人 就比较少了 那种platform platform是一个平台 它提供平台 就把平台也当做一个服务 来提供给大家用 什么意思呢 把平台当 所以 我该再重复 重复习一下 software service 是从 使用者 跟这个消费者的眼光来看 那infrastructure service 是从管理者 就比如说 我要管理硬体 我要管理平宽 那现在我不用 自己的真的硬体 硬体 或者是平宽 我到 我到Amazon 到那个云端的 infrastructure的 这个provider那边 我去到那边管理 就可以了 那我不用再 在真的有硬体管理 那 platform as a service 你可以从 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比较容易理解 它提供你一个平台 把这个平台 当作一个服务提供给你 那 那我们可以举什么例子呢 有很多啦 Google App Engine Amazon也有啦 Fordogger 每一个他们 事实上 那个提供者 他们大概每一个层级 他都有提供 那platform service 我们以Google为例好了 那Google 它有个App Engine Google App Engine 这么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是用什么语言呢 我们上礼拜谈的语言 叫什么 上礼拜谈的语言叫什么 PHP好早就谈过了 Python 真的很忙碎 那这个 那 那个J1 J1它 它 它Python很有加吧 那Python比较完整 因为Google它主要 用Python为主 Facebook主要用PHP Facebook所有的后端 全部是用PHP架设出来的 那 那这个 那J1呢 J1它 它让你 就Google提供的服务 让你用Python来开发 Python开发以后 等于开发的应用 你就可以放在Google那里 那开发的工具呢 它给你 开发以后 你把它放到Google的 那个J1的平台上面去 给别人使用的时候呢 有谁在 谁在 谁什么时候跟你连线 用了多少 使用者的管理 然后 或者如果你的使用量很大的话 要跟你收费 然后你要 你要怎么样的 有哪些使用 或者你要再修改程式 你再来开发 它那个平台 通通提供了所有的工具给你 所以J1基本上 它提供了一个 所谓的开发的平台 提供一个平台 来给我们开发者 那开发者呢 要开发新的应用的时候 就在它的平台上开发 那平台也是在云端 那 当然有这开发者 也要下载来 在我们Local可以compile 但最后那个服务呢 或服务的管理呢 都在云端 那你要摆在J1的上面 摆在云端 那我们开发者可以 开发云端的应用程式 那如果你是用 Inperture Service呢 你开发的东西 其实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开发 那Software Service呢 你根本不知道 不需要开发 那Pratform Service呢 你可以直接的开发一些 云端的应用 来给别人 那比较更著名的一点 如果更在这个 Pratform Service 做得更好一点的是 IBM IBM它 他们其实有几个 比较 它最广告比较大 在中国大陆无锡 他们盘托的系统 他们是 他们的那个 面对的 使用者 是软体公司 软体公司就是 什么 就是 你毕业以后 很多人都是到 软体公司去工作 去做Programmer 然后到系统分析师 做Manager 做经理 等等 做上去 那 那他怎么样 面对软体公司呢 软体开发公司呢 他就说 你 你软体公司 你自己也不用买电脑 你自己去找客户 以后你开发的时候呢 你就在我IBM的 这个云端的 这个平台上面 云端的platform上面 来开发 那你就在它上面开发 所以你也不用 硬体通通都不用 就连到网路上 在它那上面开发 那你早上客户 开发完以后呢 你也不用去 跟客户讲 你在哪里 我都帮你 你买的 你开发的 你开发的 这些软体 就摆在 他IBM的云端 然后怎么样 然后 你跟客户怎么收钱 IBM跟你怎么收钱 你要看看你客户 你要修改 你要做这些事情 通通在他的 那个platform上面完成 所以 所以变成说 我们只要一间办公室 我们就可以 我一台电脑都不要 我就可以来 所以它那个平台 做得更彻底一点 对开发者而言 所以一般使用者 或是硬体的人 或是 inverter service 他大概比较看不太到 这一层 platform or service 但对我们 尤其资工系的同学 你要知道 platform or service 这个层次所代表的意义 所以 但这个层次 这三个还只是观念上的分别 我刚才直接用硬体 或者用 我刚才描述的 其实有些部分 有一点点 可能会有误导 那我们要继续再看下去 你会看得更清楚 但这三个 SAS Software or service platform or service Infrastructure or service 那这三个是 云端运算里面 最基本最基本的 不然所有东西 反正都是在云端 一坨看不清楚 讲一坨太难听了 一朵 那这个图 我想把它跳过去 其实这个 有时间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我也把它跳过去 我这个谈一下这个 这刚才是云的service model 那这边 接下来还很重要 就是云的deployment model deployment是部署 我真的要部署 这个云的时候 就是我实际上面 我都写完程式了以后 就是不是 我开发完以后 不是就在这里 让你直接run 其实我中间 还要经过几个步骤 像我们在谈 那个安全的时候 常常会在谈 那个deployment跟管理 这个两个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写完就没事了 我交作业 我写完就没事了 其实你写的环境 跟你真正要run的环境 差很多的 然后呢 开始run的时候 那管理的时候 还有很多东西要调整 所以就好好 好多个步骤在后面 那 所以我在做部署 deploy deploy的时候呢 有拿几种方式呢 有private cloud 就是私有云 或者是 大部分 community cloud 你先不用管它 社群云 那一般分就是 private cloud public cloud 跟hybrid cloud private就是私有云 public cloud公共云 hybrid cloud 就是混血 就是私有共有 一起的这些云 那 那这个云 一般来讲 一般基本的概念就是 云端运算是一个 什么样的 一个环境 是一个 不完全的环境 我们那个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我讲 直接讲它名字不好 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 战子生 博士 我 他应该不会来看 博士的战子生 这个军人 那这个 还不是我的指导学生 结果 那天跟他上云端运动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他有一次 跟他们的 他提出一个proposal 说 就计划 说他们军方的某些东西 要摆到云端上去 就被他的长官 骂他猪头了 我说我也会骂你猪头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是军事的 有机密的这些东西 你要摆在公有云上面去 那这是很 怎么讲 任何国家不会这样做的 就是这个 你只要有机密的东西 那但怎么样定义公有云呢 那个公有云的定义 是 不见得公有云 就是一定是在 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 私有云也不见得 一定是要在我家里 那公有云呢 也不一定要在远方 这个 我们Google 我们要抓Google的东西 Google的那个cash server 搞不好就离我们很近 搞不好就在我附近 那如果说 所以 定义Google是一个公有的 其他东西 可能在附近 那你定义的 你的东西是私有的 可是也许你是在 Google那个地方 或在其他什么地方 有一块 防护很严密的地方 当作这个 你的私有的这个 区域 所以 所以公有跟私有 基本上是观念 那真正它的形态是什么呢 那你自己要去定义 但是 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是 很重要就是 云端 原则上就是不安全的 但是呢 它是方便的 你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看 你在早期古代没有银行的时候 你会把钱摆在自己的家里 黄金摆在自己的家里 才会摆在自己的家里 那 那现在有银行以后 你还会把你的全家的身家 换成黄金摆在你自己的家里 你觉得哪一边会比较安全 摆在你银行比较安全 还是把这个人的 经营财宝 摆在你自己家里比较安全 那就是同样的观念 那摆在银行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到处都可以用 摆在家里 我要用黄金的时候 我要切一块 然后再跑到什么地方去 再弄 那所以 基本上这个就是云端的好处坏处 那如果有人指引你安全的话呢 基本上 那安全是一定会碰到的 但是 那这个 那所以我们就要先了解 私有云跟公共云 这个不同跟观念 那 所以私有云的话呢 基本上 它可以分成这个 on-premise private cloud 或externally hosted private cloud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但public 我们一开始有两种选择 public或private 那 当然也有可能 很可能是public跟private的混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我某些东西摆在private 某些东西摆在private 像 像我们的宅学期 其实 还有我们实验室好几个系统 其实有的是摆在google 以前摆在amazon 就好几个 有的是做备份 有的是在做实验 其实有好几个 同时在 那使用者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好几个在 在那边run 那 那这个 那private的话呢 所以 所以混合在一起的是很有可能的 那混合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安全啊 可靠啊 或者是 新的功能 然后测试啊 等等等等 有不同的 不同的动机可能会要做 或者是我机密的资料 摆在我自己家里 或者是这个 或者我可以比较 可能会坏掉的资料 就摆在两个地方都摆 那这些都是 可能能考虑的因素 那那私有的话 那私有的话到底是 呃 是你真正的变成是 在家里的私有呢 还是在出去的摆到 摆到另外一个地方 Data Center当作私有呢 那这个都有可能 你要不要自己真的维护一个 呃 Physical的硬体 或者是你Physical硬体不用 那我摆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提供你比较高的 高的这个 呃 安全等级 或者是效率的 所谓的QOS 这个 这个有没有在其他课里面学过 网路里面很重要 QOS就是Quality of Service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有了 就有没有在其他课里面